针对总统选举 大家的共同的意见就是 采取征召的方式 团结胜选 国民党2024总统人选 确定由征召方式产生人选 朱伟文在向党内同志喊话 要大家共同承担 集结非绿大联盟 要打赢选战 勇敢的蓝军新勇士 共同来勇敢承担 共同来参选 必须要团结所有蓝军的力量 同时我们要争取 所有非绿的朋友 一同来打拼 而这番话也被外界视为说事 在对侯友宜隔空喊话 恐怕是因为台湾民进会 做的最新民调 侯友宜的支持度是三个月内 从38%跌到24% 这危机感 也让侯友宜的表态越来越清楚 只要严厉为国家 为人民尽最大的贡献跟奉献 这本来就是每一个人该做的事情 国民党中长会也通过了提名委员会 纳入各地县市首长 参与立委提名 时辰分为三个阶段 最晚也将在6月18号完成 诸侯齐心也让周常委喊话 总教练要帮忙清除路障 总教练就是要协助找出最强的选手 并且也来协调沟通 排除一切的障碍 以得去找出优秀的人选以外 更重要的是党外的部分 我们也会来去做一个沟通跟协调 这样子有助于所谓未来这样的一个人选 加速的这样的一个产生 我想不管这个人选是谁 我希望该承担他就应该要承担 确定征召也让最强人选 加速浮上台面 这样表态要参选总统的张亚中 不满不办出选不民主 然后来比较一下 到底哪个人是民调最高 才做他一个征召的一个参考 问题就是你自己一个人 或者少数几个人 就决定谁是国民党最强的人选 那中国国民党就不叫一个民主的政党 诸侯携手展现母亲风范 不能再回避 好好做事 转为好好承担 解释温仙也在于特别的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